大貨車的輪胎都被拔下來 準備要更換 仔細一看輪胎上都不滿 一個個小缺口也使得輪胎破洞 光是換輪胎 一個就要價一萬多元 讓漁民大喊吃不消 我們都騎了一台一台 都一台瓶也一台 我們之前有把魚花反映 反映到現在都沒有結果 就一台瓶一台一台瓶五台 魚花它也沒有反映 照成這樣的困擾 原因出在五七漁港 因為通過管制售後 開放給漁民載貨進出的地方 為了管制方向 會在出入口地上設置虎牙 但是入口處剛好碰上轉彎 角度的問題 讓輪胎一碰到虎牙 馬上刮出好幾道痕跡 幾乎一個禮拜就要換一次輪胎 問題是出入口 魚花創過蝴蝶 蝴蝶算你滴滴 它是轉彎的地方 轉彎的地方 我們一些魚車 你不要 都每個車都插破爛 我希望它最快的速度 讓我們輸出一個交代 這樣啦 不然像這個 下班如果破爛 我還要給漁會 看我保障我們沒有啦 魚民也提到 除了金錢的支出 萬一在高速公路上輪胎破洞 釀成意外後果無法想像 對此漁會也表示 將在開會時提案 盡快協助魚民改善虎牙的問題 記者週末會台中參謀報導